無論是收肉口味的點心麵 還是經典台菜口味的豌豆酥 現在你在便利超商 一定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這樣的聯名商品 其實在這幾年 很多食品大廠口中的 關鍵字就是聯名這兩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不但和餐廳結合 做出新花樣 可以讓消費者感到耳目一新 同時我們之間 還可以彼此交換粉絲 來擴大影響力喔 所以現在像是這樣的 菜窯風零食 就創造了很多的新話題喔 像是這個椰奶咖哩蝦條 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你知道 它背後的餐廳是哪一家嗎 今天我們就帶你去了解 他們的故事 關子巧勁擀平麵糰 雙手來回甩動 讓麵皮變得更薄透 大量起絲鋪上去 輕輕對折 把餡料包好包滿 主廚拿出專用道具 紅的一身貼到壁爐上頭 等待短短幾分鐘 兩根長長鐵鉤 把包餡麵皮輕輕刮下來 有點微焦的酥脆餅皮 還得再放上大量起絲 盆腔炙燒 起絲慢慢融化 飆層變得焦香焦香 濃郁香氣瞬間噴發 煮出快刀斬餅 豆豆豆豆 俐落分切 像溢出餅皮外的濃郁起絲 展現出誘人姿態 內外夾工 散發鹹香 外皮酥脆 帶有Q度 多汁炸雞 沾上酸辣醬 層次豐富 還有還有 Q彈彈的國仔條 在鍋中飛舞跳躍 蝦子先行入鍋 鹹滋味悄悄融入 加進大碼醬油 和三八醬調味 一瞬間將火條染成橘紅色 接著最佳配角鴨蛋入鍋 大火快炒 鍋氣加持 當火條Q中帶盡 焦香味瀰漫 鹹甜之中透出一絲微辣氣息 連在台灣的馬來西亞旅人 妹妹想家都忍不住來上一盤 超果條的部分就是 微辣的時候是才挺好吃的 然後就會想念在冰城的時候 因為它是主打在冰城 所以就會覺得 好像回到冰城的感覺 當然經典美食海南雞飯 也不能錯過 雞肉厚食卻滑嫩好入口 沾上不同醬料 各有風情 搭配鹹香的雞飯粒 彷彿一秒飛到馬六甲 大馬國民料理辣死你媽 也有意想不到的新樣貌 把椰漿蛋做成米餅 以馬來醬淹過的去骨炸雞腿 還有花生洋蔥煎蛋層層堆疊 厚度高達10公分 創意又吸睛 搭配小魚乾和薯條 感受到中西合併的獨特風情 一開始會以為它味道還滿成烈的 但其實還滿香的 然後就是在吃的時候 就是它鼻子的味道 其實是滿風 還滿豐富的 然後不會到很刺激這樣 另外金黃色的誘人外皮 裡頭包裹著香濃咖哩餡 咖哩酒口感層層酥鬆 南洋風餡料充滿飽足感 冰塊敲擊玻璃杯 滿滿清涼感 夢幻粉綠色 更顯夏日風情 大鍋必喝沙梨橄橄欖加梅子 微酸微甜 清爽又解膩 把馬來西亞的平民美食 毫不保留全部搬來台灣 仗出的靈魂人物安安 人高馬大卻相當親切 感覺一來就會到客人左邊 表演一下獨家的拉茶技術 其實它還有一個特別身份 是馬來西亞裕儲第三代 不過當初會踏上烹飪道路 卻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其實是一個故事 我來到這條路 因為我11歲 我父親只買了車 去工作 所以我告訴他 我可以來嗎 那是我11歲 原本只是孩子氣得纏著爸爸 沒想到就此開啟了廚藝人生 在馬來西亞 許多餐廳工作多年 卻因為想到馬國展店的台灣 首搖引老闆Long Stay Ho 想把當地大牌當美食帶到台灣 因此嚮重了安安的好手藝 這麼好吃的庶民小吃 如果搬來台灣的話 台灣人也一定很喜歡 很容易接受 我們找了這個玉竹第三代 他有他的堅持跟一些手法 細膩的手法 將這樣庶民的平價小吃 也能夠做出它的細膩度 以及質感 恰好安安安也非常喜歡台灣 兩人一拍即合 不過要怎麼把庶民小吃 做成高CP又有質感的小吃呢 安安安想了想決定把媽媽的味道 重現出來 50%的東西是我媽媽的Style 咖哩 炸雞 是我媽媽的 很像我媽媽的料理 把最愛的媽媽料理經典還原 不只勾引出異地油脂的 紫香琴 同時正折住台灣偷客 挑剔的舌頭 來到這間馬來西亞料理餐廳 千萬不要急著走 因為飯後一定要吃這個甜點 它是塔餅喔 你看這個塔餅 它的造型非常的吸睛 至少有50公分這麼高 而且它的內層 其實已經刷上了煉乳 還有白糖了 所以吃起來不只非常的香酥脆 而且還帶有一點淡淡的甜味 可以感受到白糖的顆粒感 如果說你覺得單吃不夠看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沾上前面這些醬喔 那這些醬分別是咖哩醬 丹巴醬 還有煉乳 那丹巴醬其實是馬來西亞 非常常見的辣醬 它是用海鮮辣椒 和多種新香料製成的味道 甜甜辣辣的 另外咖哩醬是鹹甜 焦汁香氣非常的足夠 另外最受歡迎的當然就是煉乳了 有辣的 有鹹的 有甜的 不管你喜歡哪一種口味 他們都各有千秋 真的絕對不能錯過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不可能 台北